有温线动车昨天的大面积延误呢 旅客一直是到昨晚的10点左右才在温州南站整个疏散完毕 那不知道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正在现场的前方记者静松 静松 主持人你好 好 静松我注意到你现在应该也是在温州南站里头 昨天的这个时候呢 你告诉我昨天延误的最后一班的客人都已经到了 我不知道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温州南站后车大厅的门口 我说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个电子屏 这个电子屏上现在就显示着呢 现在整个列车运行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电子屏上现在的还有四趟列车 D3121 D3115 D3103和D3123 四趟列车 它的状态显示是晚点 而且这个晚点的时间呢 其实还并不是最终的确定的 像上面显示D3115呢 杭州到福州南的 它的现在晚点的时间是应该是23点19分 它正常的到达这个文州南站的时间呢 应该是在晚上19点将近20点的时间 所以现在算来呢 这里四趟列车大概晚点都在三个小时以上了 我刚看到你的背后有一列车 不知道是不是进站 不知道也是一列这个晚到的列车 另外我也很关心 既然有这么大面积的大范围的延误 我不知道车站方面也没有帮助疏散一下这些旅客 他们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吗 让这个旅客的心尽量不是那么的焦躁 从昨天晚上呢 因为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车站呢 应该说呢 也是相应的想了一些办法 比如说呢 他们临时调来了一些出租车 这样呢 可以方便呢 在最后呢 他可能放弃乘车的人啊 他可以选择这个交通工具啊 离开这个文州南站 因为毕竟呢 温州南站距离温州的市区呢 还是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打车过去的话 大概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另外呢 也调集了一些这个公交车 延长了公交车 这个这个晚间的运行的时间 那帮助呢 旅客呢 能够顺利的离开车站 那今天呢 现在呢 整个运行来说呢 还是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现在呢 您看到有一辆车进来 我们估计啊 可能应该说是 刚刚进站的一趟 由这个上海洪桥站发车过来的一趟列车 那么进站之后呢 我想应该还会有更多的旅客 乘车离开这个文州南站 好的 另外我还是非常关心啊 这个大面积延误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昨天发回的报道当中说 这个铁路部门 其实没有给出特别专业的解释 我不知道今天这方面 有没有进一步的相关的情况 有没有说明 其实就这个造成列车晚点 或者说停运的原因 我们是一直在了解 但是整个了解的过程 应该说是比较复杂 也有些累人 那么根据温州南站的上级的部门 就是上海铁路局的解释说呢 现在的设备啊 因为整个永文线的设备 是进行一个设备的维护 所以呢 造成了大范围的晚点 但是呢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解释 那究竟是在维护哪些设备 那么对方呢 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答案 只是说呢 因为线路比较复杂 所以呢 没有办法告知 明确的告知说 哪些设备在维护 还有一个呢 是为什么要选择在一个 这个整个反绑的一个时段里面 进行维护 那么对方说呢 因为呢 为了保障这个旅客出行的安全 所以呢 只能说呢 是在这样一个 运行的时候来 出行比较反绑的时刻 对对对 这样的维护 那还有一个就我们关心的呢 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的 非常感谢静松 从前方发挥的报道 好谢谢 我们之前